在防疫期间 花莲市公所除了针对多处人潮聚集的地点进行环境消毒 从18号开始也正式的向小黑文宣战 将会在花莲市内各大的公园以及校园等84个地点 进行环境朋友的作业 市长魏嘉贤也期盼花莲县的乡亲 能够主动的来整理住家周边的居家环境 杜绝小黑文资深的温床 太过苍绝的小黑文不但造成居家生活不便 也严重影响校园的学习品质 从18号开始 花莲市公所在辖内84处各大公园及校园 进行小黑文防治喷药作业 预计在10月底前就能够完成 虽然无法全面扑杀 但能有效地降低生长密度 市公所希望在人为防治上 可以解决民众对小黑文猖獗的困扰 那花莲市公所除了在防疫消毒 花莲市也是彻底在做相关的一个工作之外 那也有在我们的小黑文 灭文的部分 也持续的在做相关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会按照天气的变化 那预定的时程也许会有不一样 但是可以让我们所有乡亲放心的一点就是 我们要消毒前夕一定会贴出相关的一个公告 那即日起 那我们也希望说 所有的乡亲朋友在我们消毒过程里面 那也能够给我们同仁多一点鼓励 为了避免影响学生上课 各校的药剂喷洒作业都是选在周秋二日 而所使用的药剂都是经过环保署认证 且依照规定稀释 对人畜不会有危害 请民众不用过于担心 我们主要的有两种药剂 一个针对小黑文的幼虫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成虫的部分来做防治 我们所使用的药剂都是环保署 它所规定的药剂 这个药剂只要经过稀释之后 其实对人畜的危害其实不大的 但是我们还是用很慎重的态度 来做喷药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也会尽量避开雨池 或者说有一些水族生物的一个地区 市长魏嘉贤也强调 环境用药防治扑杀在短期内 虽然可以降低小黑文族群密度 但小黑文资深源范围相当广泛 除了工部门的防治作业之外 民众能做的就是经常整顿环境 清除青胎阻断小黑文幼虫粮食 否则一至两周密度恐会再度回升 因此希望华莲乡亲能建立正确防治观念 才能减除小黑文的危害 记者许立琴 华莲市报导 有点多优独异料 董事长